以后无论是新的网站 或者是说里面有编辑过的网站 反正你下一次可能来这边又还原了 或者是你回到家又从头开始的话 特别是反正都一定是从新增网站开始 那你还是先给他一个网站名称 一样去到桌面上去把那个102给找到 反正开启新的或旧的都一样 一样给一个名称 一样找到他的路径按确定 按储存 然后这边一样会出现 那你只要把它点两下 就可以继续再编辑了 OK 所以今天的部分的话 我想大概就先做到这边 各位可以 看时间够不够 时间好像还有一点 所以就给各位一个简单的变化题 那个变化题 请各位 怎么样变化呢 也许你去找个单位 比如说原字中语系好了 原字中语系一定会有最新消息 一定会有 也许不是新书登场 也许是什么 新课登场 新什么 新人登场 反正无所谓 主要是请各位先去找到文字 因为我们将来最后一个网站之前 你先把这个文字 需要文字 先贴到记事本 反正需要一个文字 第二个呢 需要图 那图的话呢 你就直接去 也许是官方网站 去把它下载 应该会下载吧 按右键 另存图档 放到 image 那也就是说呢 请各位 等一下 剩下的时间 给各位做一个变化题 这个变化题就是 你随便 也许你找个单位 如果找不到 你就找原字中语系 或者是说 不然还有个方法 你就小幅度变化就好了 反正你就在原有架构之下 请各位 无论怎么变好了 也许不然的话 请各位 就是 交上来的东西 就是第一个是102 就是原来的 不变的 第二个是102变化题 这样子 那变化题要怎么变 没关系 你可以在原有内容上 做格式上的改变 字的颜色 或者是等等的 反正你就是自己发挥创意 然后通通改 没关系 第二个是内容改变 反正你改变幅度越大 大概越好 表示你花的时间越多 OK 所以今天的话 会有两个简单的练习 一个是本来就有了 就是刚刚做的 一个是102的变化题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如果你当然有时间多一点的话 或者是你希望 就是把 这Dreamweaver的功能 再彻底了解多一点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把内容稍微改一下 你可以针对一个单位 或者甚至针对一个人 可不可以 比如你喜欢张爱玲 你喜欢把这个东西改成张爱玲 那可不可以 那里面当然你可以找一些 跟张爱玲比较好关系的相关的重要资料 用条列的方式 不要太复杂 那他将来当然延伸性很大 也许每个点里面都可以做超连结 然后点进去都还有后面的里面的资料 不过我们今天练习不需要做那么复杂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网站 那这些东西将来都可以再把它改成一个手机上面看得到的APP 如果你将来要把它变成APP 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做出发 那做完之后 也许今天来不及了 下个礼拜再来看 如何把它变成一个网站 把它在任何的地方只要连结 就可以连结到把那个网页给秀出来 那当然方法很多 怎么做下礼拜再来继续 剩下时间给各位做变化题 所以今天的练习 你需要交两个档案给我 都是ZIP 一个是102.zip 一个是102.zip 提点立IP